大家好 我是火上交友队的伊丽静 入了几期吐槽大会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你们搞脱口秀的怎么什么人都吵CP呀 你们是个烹饪技术学校吗 连张绍刚都放进来跟我吵 你们不怕油烟太大呛子观众吗 刚才在后台工作人员跟我说 说易老师你采访过很多姐姐 要不要采访个哥哥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汪东成 汪东成看了一眼地板 保洁阿姨看了一眼我 他说 不要随便把男人丢在地板上 注意环保 我说阿姨你怎么可以骂男人呢 你又不是杨丽 杨丽 你别再骂男人了 骂男人骂他一次可以 两次可以 三次也可以 但不能一直骂 一直骂男人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会说你骂我就骂我怎么还唠叨起来了呢 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最怕女人唠叨吗 我其实很想问汪东成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 四个 你们曾经有两个队员来过吐槽大会 你们为什么要分开来 是因为不合吗 你想过如果你掉进水里的话 是他们谁推的吗 你没想过 因为你知道肯定会有人救你 我跟大张伟录过一档节目 他在台上说我 说我不结婚不谈恋爱 是因为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来了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感觉啊 是拿了我的给我孙回来吗 还是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呀 还是 是 哎哟哦哦 哎哟哦哦 你看 真正的爱情就这 那我确实没体验过 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张伟 到我回答的时候 对 再访问访问 你们那个组合到底是三个人 还是四个人啊 如果他们三个同时掉进水里 你还认得出来吗 你知道他们重组了 却没有带你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feel 倍儿爽吗 好可怕 太狠了 你已经这期了 你已经爆料是否我 可以 蛋壳说 他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地 跟盖坐下来喝茶了 但是蛋壳 盖现在还有时间喝你喝茶吗 算了 不问你 我要留着问盖 这么好的问题 别浪费了 我发现蛋壳坐在这个舞台上 跟别人很不一样 他一直绷着脸 弯着腰 很酷 很rapper 就感觉欠了盖的钱 不打算还一样 内心充满了peace and love 蛋壳 你虽然不缺peace 也不缺love 但你长期坐不直 肯定是缺盖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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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养满了 今天的主看李若彤 他当年眼神雕侠侣的时候 特别入戏 深爱着杨过 后来在生活中 他跟一个富商谈恋爱 也特别入戏 这个富商是怎么打动你的 他很像杨过吗 也给你送雕吗 李若彤在一个节目里 居然还能穿上 他17岁时的校服 身材保持得真好 作为一个中年女性 我很疑惑 为什么中年女性 要追求少女感 那你让少女追求什么呢 中年富商吗 富商了 妈啊 我想跪下来 李若彤现在一个人 过得特别快乐 但他之前还是被 无聊网友问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李若彤说 这是我的人生 又不是你的人生 要你管 也有无聊网友 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说我没有体验过 真正的爱情 大张伟 要你管 又被听到 谢谢大家 我是没人管得了的 李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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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欣赏你 我最好欣赏你 谢谢 嗯 不一定能赢啊 不说不让 我一致性 他不听我了 他不听我了